清風現在問的問題是他的臉部 他說他的臉部正兩禮拜之後 希望又開始變紅 那更更是什麼原因 第一,我們先去看他 先去看他 是不是像這種情形 我們要問的就是 是不是去結到殺草劑 看起來很像是殺草劑的一個要害 所以是不是有 有用到殺草劑 這是因為 毒針下去的落效 大概兩種情形 一種是毒水 你如果水不夠 你會看到它煉很容易 但是毒水的筋排氣 這很容易 你就看到它落效 還有一個我們很接觸到的 這個情形 很可能就是 因為去用到殺草劑 例如說你旁邊有煉什麼草劑 煉草劑 或是就更容易有這個情形 當然有的人說 沒有了我就沒有煉草劑 不過可能是之前 我有去把他 把他點火 把他點火去下 這也是要注意 所以這個殺草劑的問題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尤其我們是用在土甲地 用在土甲地 在土甲地 這個殺草劑 我們可能要很注意 要很注意 因為有時候 在這個部分 我們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在用在土甲地 有時候有些殺草劑 它是有這個殘留性 就是說它有一段時間 這個殘留 這不是說 有些很容易 就是它的殘留一段 很久的這個基幹 所以像這個東西 你就很有可能 因為這個殘留的這個問題 可能奇怪 我就很久沒用 就最近沒有用殺草劑 但是它有可能是 一種殘留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殺草劑 這個已經在 譬如說你長了這個年春 才能晒以本來年 這有長過之後 還是在土甲地 有這種東西 結果你種下去 它就慢慢慢慢地一直翹去 都想要當時傳的 其實這個 時間很長 尤其如果是漏雨 你再把它種下去 它剛才有去吃到 這個境下 就會更嚴重一點點 所以這在這裡 好朋友稍後來 了解到 這很有可能 還有一個推斷 這個大概 是這個殺草劑的一個要害 有時候 就是說我們在用這些東西 例如說你轉 可能是 是說你在轉 一些漸效的 一些這個 這個 算 轉草劑的時候 有去 有去稍微轉到 這個轉什麼東西 或者是說 有一種 這個 就很 很有可能 可能 就會去 産情這種 類似 類似24D 這類的 一種 這個 MACPA 這類的 這也是有 這也是 很有可能 殺草劑的 傷害 所以這在這裡 我好朋友 稍後就了解 這應該是 殺草劑的 一個要害 嗯